麻雀的毛的颜色来讲的话呢 主要是褶石 土黄加那个胭脂 所以我们在展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同学你们先那个 褶石,褶石是主要的颜色 因为褶石的颜色,它是它这种颜色颗粒比较粗一点 所以我们掺一点那个土黄 红色 红色或咖啡色类呢,加点土黄下去呢 它颜色的质地比较细腻 然后我们加点点那个胭脂吧 刚刚那个土黄拿下去之后颜色会变粉一点 然后稍微再补回来 大概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那个 大概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同学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那个麻雀的颜色大致是像这样 当然这种颜色它的生前呢 每支麻雀都不太一样 不过大大致上呢 这个褶石大家就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如果 觉得颜色是稍微艳一点,就再加一点点土黄 我们在画仲彩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还会再加一点那个白色的白粉 就是糊粉 好,一样 那接下来呢就是 跟 就是你们之前人啊 有莫时髦的地方 大致上都是那个 就在撕的过程当然一样 我们呢 撕的时候呢,把它撕到靠近边缘的时候呢,把这个颜色把它往外推 对 这拨的避免让它变得有点 变得避免 变得比较僵的,我们一般都是这种 拨在边缘 我们把颜色这样展一下 其实大致上呢,我们所谓的那个麻雀啊 大致上它颜色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,对,对